台湾有不少在国外扬名的台湾之光 但他们的成就先前却不一定在国外受到重视 插画家水晶孔Crystal Kong过去在国内被骂抄袭 但他充满个人特色的漫画却扬名海外 还受邀参加法国的安古兰国际漫画协 水晶孔毕业于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系 他从小就热爱画画 三岁时母亲丢给他一支画笔 他就能不吵不闹地做着练习 之后还规定每天画画时间 不断精进画迹 水晶孔画画并没有拜师学艺 他喜欢看欧美帝动画 风格自然也受到影响 令他人生最挫败的一件事是 当高中生大学时 他把作品PO上网 却被网友狂骂是抄袭 甚至嘲弄他的画作很丑 那时候台湾没有这种画风 还被批是不是抄袭国外哪个画家 从那之后我就不敢再给别人看我的作品 台湾这种风气还蛮糟糕的 他表示 幸好自己好胜心强 没放弃画画 但也见过很多人因为这样停笔 让他重拾信心的事发生在2014年 当时他去纽约拜访表姐 灵机移动到中央公园帮人画肖像 绘画能力受到外国人大为赞赏 还登上外国报道 回国后终于有人找他画人像 他才有了自信 地球另外一边有人喜欢 那在台湾就没理由没人喜欢我的画作 水晶孔这时才开始又公开自己的画作 并经营个人粉丝页 让更多人见到这些作品 他温暖的笔触很快受到瞩目 认为这有别于一般亚洲的插画作品 非常有个人特色 水晶孔擅长使用温馨的黄色调 也很喜欢描绘人与小动物之间的情谊 他笔下的互动都充满着治愈 水晶孔表示 自己小时候还经历过身份认同的问题 因为妈妈来自于西安 爸爸则是台北人 在学校他被同学欺负 认为是外来人 但回到外婆家 也被以台湾人相称 让他搞不清楚 我到底属于哪里 但随着二十多年的时光过去 他发现属于哪个地方 并不一定是住在那里或是在那个地方出生 你可以属于任何地方 只要你在那里过得开心 水晶孔很喜欢描绘台北的街景 虽然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建筑破旧 但他觉得里头蕴含了丰富的故事 在他的观察下 他觉得台北有许多人都生活在牢笼里 日复一日抵达成交通工具去上班 除了这种苦闷的情绪外 他也会为这里添入一道曙光 例如在天空遨游的金鱼 有着无拘无束的想象力 水晶孔也以台湾漫画家的身份 受邀法国的安古兰国际漫画节 向世界展现他的才华 他更受到国外导演的青睐 一起合作动画片 能有这些关注 都是他从来没有放弃的成果 感谢观看